立法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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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立法店,這裡有一個3號A,立法店是3號 3號呢 它寫是 比利時國旗 比利時國旗 沒虧嗎 哦,這本書是斷的 哦,拜三,給你拜祭嘛 對哦,拜祭拜三拐門 OK 哦 這一虎比利時啊 這條街已經是整條是比利時了 上面的就是一半一半 嗯,這裡有荷蘭車有比利時車 這樣齁,在比利時的汽車呢 是便宜過荷蘭的 如果你在荷蘭買一輛車 是一萬六 在比利時還是一萬塊錢 嗯 而且呢 醫療保險呢 是比利時便宜 荷蘭貴 那兒童金呢,比利時高一點 高過荷蘭很多 嗯,上學也是 比利時呢,比較嚴格 這比利時啊 比利時是,它是 它是比較嚴格 學校要求比較嚴格 啊 房子,這裡的房子也不便宜 漂亮 我們曾經,我也想過 在這裡居住很好了 我們也 荷蘭公民可以居住在比利時 不需要申請 就在這裡買那個房子呢 那就享受這裡的福利咯 啊 它的那個 醫療保險輕一點咯 啊 退休金也跟 跟荷蘭一樣啦 因為我們是荷蘭的退休金 現在也不知道 如果呢,過來了 就不知道是怎麼樣 比利時的啊 你看 地方都很乾淨啊 啊 不過房子就是比較老一點的房子 這個是老房子啦 但是這樣 後面呢 有些新房子啊 因為這裡靠近中心 所以是老房子 我們剛才就是從那條街走來 那條街的路口那邊 這邊呢 路口那邊的左邊是荷蘭的 右邊是比利時的 那麼到了這邊來呢 就完全是比利時的 看到了那些路 路口 啊 現在有這 黃這個藍線 這個藍線 不知道是哪裏的咧 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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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蛤 蛤蛤 你的床,你把那个床呢,床头是比利时,床尾是荷兰,都有的。 那他怎么样收钱,收那个地产税啊这些,我是不懂啦。 嗯,哈嘞。 这个白蚊子是荷兰,其实不是的。 你现在呢,我们走到这边,那地下有写啦,地下有写啦。 这个B是比利时,这个NL是荷兰,NL是荷兰,B是比利时。 这里发现,那么这个白的房子是比利时,挨着的这个是荷兰。 那对面呢,对面是比利时,对面是比利时。 这是这样啊,好像我如果移民,譬如说,我娶一个外国老婆, 如果在荷兰呢,他很刻薄,他要你的老婆,要懂得什么什么, 有呢,几年内才可以入荷兰籍。 但是比利时就不一样哦,比利时呢,一娶过来呢, 你是比利时公民呢,你的老婆自动。 但是我们在荷兰,比如说我们荷兰人, 现在住在比利时,我们的外国老婆要进来呢,也是很快的。 快过你在荷兰申请,你在比利时申请就是很快的, 马上批了就进来了,也不是这么刻薄这样,没有。